詞曲 李宗盛 相關兩制 我現在在念大學的最後一年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參加了非常多的 開放的一些教育性的專案 或者是各式各種社群 所以說我們就對 志工這一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興趣 因為很多人來了以後 大家都想要貢獻一己之力 可是就是不知道怎麼樣做的時候 那好像各個社群 都會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說今天我請了 起格在見過市面的 大哥哥大姐姐 大姐姐 想說讓大家在這邊 跟幾個社群的主要的聯絡人 或者是在辦活動的人 做一些經驗上的分享與交流 那今天就從這樣子的一個表列室 來跟大家介紹今天的這三個 這三個大的組織 剛剛講到雷射比 原來放在這兒 OK 好 那就是 Mozima呢 就是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1998年的時候 從美國開始 它是一個 呃 算是 原本要因應這個 呃 微軟的 這個新的瀏覽器的關係 而 而開始 Nescape 用了一個新的 呃 計畫來去讓所有的人 都可以使用開放碼 對 那 呃 2010年 台灣開始 就是收到Firepots 這樣子的一個 開放碼以後 就 開放碼 然後 剛剛 發生什麼事 嚇死我了 對 那 現在呢 就有 25億的使用者 然後 呃 今天 Ivern跟Erik 就會 呃 他們分別 就是有在 Ivern是 現在我們的社會 呃 聯絡人 然後 Evern是 這個教育部的 歐薩克 歐薩克的 中文全名是什麼 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教育部校園 自由欄 幾十五位資源 最往自己走 對 所以 教育部 關鍵自由欄 幾十五位資源 對 所以 就是 呃 這樣子 對 那等一下也會稍微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是想要跟大家講 維基百科 那 2000年他從美國這個 那 可能很 常聽到這個 吉米 那 他 這個 開始覺得說全世界應該要有一個免費的自由的百科全書 那 2001年呢 呃 其實是2002年中文維基百科就創立了 那 目前大家也都知道說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多人在使用的一個百科的查詢 那 那 那就是 目前 我和 呃 在那第二位的Superplex 大家可以叫他Dennis 對 然後 每個月 呃 在台北都有在辦這樣一些寫作的聚會 對 那 呃 聯絡 的 實體的經營 或者是 那第三個想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OSM 它其實是相對於前面兩個來講是比較新的 就是2004年開始有一個英國人覺得說 欸為什麼有 呃 自由的免費的 呃 維基百科全書 但是沒有一個地圖 所以說他想要 用一個 呃 伺服器 呃 來去畫地圖 那原本只限於英國 那後來呢 欸開始 2010 是我的大概的印象 台灣社群開始活躍 對 那等一下可能東波可以再跟我們說明一下 其實多久以前 他 聽說2005 2007年就在畫克羅愛西亞的 對 海岸線 對 所以說 其實還蠻早 就 在台灣就也有人在畫 這樣子 那目前因為比較新 所以說 呃 目前在 可是有願意一起來畫地圖的全球的註冊用物 大概也有100多萬 對 所以說 呃 睡著了 對 還有睡著了 對 所以說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三個 就是都有在做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對 好 然後呢 呃 其實 這樣看起來也知道嘛 元老其實是Mozilla這邊 那 我就想要請Mozilla這個稍微分享一下 關於 呃 志工來了 其實我們要講志工來了 那一開始呢可能是在講志工招募的部分 對 就是 欸到底 呃志工在Mozilla的狀況 他是怎麼樣做 然後 呃 他的 呃 推動的一些東西是什麼 那我們先請Ivan稍微說明一下 來 開了嗎 喔好 抱歉 呃 講到招募啊 因為我們這兩年 就是 這一年啦 Mozilla在 呃 總部那邊就是他有推了一個新的專案 叫做 呃 就是 就是 專門的一個方案 那 他做了一個網站 就是這個網站 欸 你不要顧搶評侯 哈哈 對 比較大一點 哈哈 就是網站 就是Mozilla15 因為我們到現在算是15週年 那 呃 他就做了這個網站 然後 呃 就是在很多啊 像是電子報啊 像是你使用Fyfus的時候開始的畫面啊 像是呢 你下載Fyfus之後 他會跟你說是 能不能有興趣加入志工 你可以到這邊來看 然後 這下 列出 三個 15個理由 為什麼你要加入Mozilla 為什麼要參與這個社群 為這個社群做EU性的貢獻 然後下面就會列出很多不同的領域 像是如果你想要幫助使用者 你想要做QA 想要寫程式來貢獻 來貢獻 想要做 選 然後想要 發揮你的網路 網路開發的能力 來在網路開發上面做貢獻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貢獻的方向 然後我們就 我們上面這邊就有一個 那你填寫E-mail的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填寫E-mail 然後可以留一個短短的 給我們 然後 如果你看 就是你 你從台灣 就會到中文的頁面來 然後你填寫E-mail之後就會 那個 就會傳到我們中文的社群這邊 正中文社群 然後我們就會再用E-mail去跟你 跟他個人做聯繫 對 像是我有個範例 就是我們之前的聯繫的範例 對 像是這樣子 就是有個人就發了一個 Inquiry 寫了他的E-mail 然後 說他 改善 市場的環境很有興趣 那他想要 在某一拉想要 想想一下 我能 能 這件事情的發展 對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會 Inquiry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用E-mail去跟他 Follow-up 去跟他聯繫 對 然後我就會針對 我們就 留下來的 就是他對哪一個聯繫有興趣 然後 就 就是 根據我們有的資料去提供他 但是他 他 然後提供他幾個選項 像是你 跟我們的 在地社群做一些台灣區的一些 合作 在貢獻台灣區的一些專案 或者是貢獻 或者 像是 像是這個 使用者 他詢問的就是 他想要 像是 Sensibility的議題 那像Sensibility 是在 台灣這邊我們比較特別去處理 那我們就會 幫他聯繫 那個 Moeira的Sensibility的小組 然後就是 連接 然後可能就是用E-mail 去協助他們做溝通 對 這是 這兩年來的做法 那我們 今天 全球啟動這個 就是智光招募的這個網站 就是 然後 然後 在全世界各地好像都還蠻有成效的 對 那我們台灣這邊大概一個月可以收到 15封到20封的這種 就是 大概這一類型的 詢問器 那可能 兩三個人 一兩個人 Bull up 就是最後回覆 然後再聯繫 再繼續跟進 訊息的 對 這是我們現在的造謀的方法 所以等於說每天 或者是每隔兩三天就會接 E-mail 然後就回信 這樣子 對 大概會有這個 其實因為現在活動 就是campaign才剛開始 這個活動才剛開始 那 剛開始的時候比較熱門 那 這過一兩個月之後 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但是大概也有這個片 對 那個 其實 所以說 這個部分 可能是Moeira 它已經有一個全球二網站 然後 這樣讓我想到說 其實 OSM它是新的 那 那 在台灣呢 也已經成立了一個網站了 欸 那個 你有截圖嗎 東坡 那那個 那 目前 他的網站 對 對對對 我 旁邊 就是 Eric 就用這個五線麥克風好了 對對對 那 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那如果不是一個網站的話 那目前 在台灣的社群 OVERCNC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去 張目志工的 或者是來去連 整個社群成員的感情的 我們 其實 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沒有 我們的網站現在不是主 欸 在過去不是主要的 好 那 比較像是 那個 正月十五 打達子那種做法 就是 大家十月底的時候 塞尺條在裡面 沒有啦 就是這樣 那不是這樣是說 我們多數的情況是 在過去一直以來 都是以Mail Release為主 然後在 今年來開始 有Facebook的社群 那 網站也是 其實前年來開始成立的 那 今年因為跟出口合作 然後幫我們 大量的改版 那 網站一直都不是我們的強項 就是主要的強項 我們主要 比如說在社群的商務方面 其實我們多數 有幾個 幾個方法 第一個是Making Party 就是說 我們會有定場 比如說一個月 或是兩個禮拜一次 的Making Party 然後有 各個比較有經驗的Maker 然後呢 去辦Making Party 那大家會在我路上宣傳說 我們現在有Making Party 那這樣大家都來 然後 就教你怎麼畫圖 那這是一種方式 第二 第二種是呢 我們會每年有一次一個 比較大型的會議 叫做 State of the Map 那這是全世界 就是全球有一個 然後 我說為什麼這個圖 這個是State of the Map 這是你的背景 這等一下才要講 然後 謝謝 謝謝給我這個背景 然後State of the Map 是一個OSM的大型 等一下我來解釋一下 這張圖在幹嘛 那 這是一個定常性的一個大型會議 那 去年呢 才有這個 台灣才辦的第一次 那今年 11月呢 我們還持續辦 然後今年11月呢 還邀請了日本的獎者 過來到台灣 分享他們的經驗 那其他 比較不定常性的是 比如說跟其他社群合作 比如說我們去找 全體步道會來找我們啊 然後一起談說 我們要怎麼一起制圖 那我最近比較熱門議題 比如說那個福茂協定 那我們就想說 怎麼制圖救台灣 就是福茂協定呢 就怎麼樣把這個受影響的商家 把他在OSM上面畫出來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那其他的呢 我們會必須有辦一些 就是去年辦 去年辦的一個這個制度競賽 就是畫這個地址 這邊都有受惠者嗎 然後獎品 有 有 就是比賽說誰畫的比較多 然後我們就會去跟一些贊助人講說 我們需要辦這個比賽 然後跟他要一點獎品來 讓這個比賽能夠比較 不要一點 然後再來呢 還有一些活動的方式比較特殊 例如說我們會使用到校園裡面去 我們對高中老師演講 跟他們講說 OSM怎麼幫助他 在高中地理的教程上面能夠幫助 所以在去年已經陸續講了三場 北中南各一場這樣子 然後陸續也有這個高中有陸續的要約 比如說今年 可能從今年的高中的地理制度競賽 其中有一個案例就是 就是使用Oventry Map 那個idea蠻有趣的 就是說 從高女 朝熊女到熊中的一百種方法 你就已經查了一下 新聞查得到 就是在那個蘋果資料上面有報導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是大學服務學期課程 就是現在的服務學課程裡面 早期當然 這個等一下Eric就可以補充了 那早期當然就是掃地 做一些比較 比較我們可以想像的到 自動服務方式 那現在的柳基老師 就在主張來跟我們講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來用制度的方式 來取代服務學期課程的這個 時速 那橫春共案例是交大 那這個秀的剛好不是交大 是東華 東華也同樣 東華大學也同樣做的這件事情 那東華大學比較不一樣是 這老師其實就帶了他們制度了 一直只有這個服務學課程值而已 還有另外一張也是 如果你可以換一下什麼可以他 這次用很新的科技 用AirPlay是不是 好 你可以看到 這是 還沒聽到有點累 好累個 好 稍微等一下 我先解釋這一張 這是東華大學 你可以看到東華大學 校園裡面畫得非常詳細 校園外畫不詳細 那服務學課程到最後應該是要把 校園以外的東西也畫詳細一點 還沒穿出來 那在交大這個案件裡面 他就蠻明顯的去把學校外面的一些商店商家 等於說他可以變成一個 他可以變成一個校園所使用的地圖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一下說 如果我是 OK 你可以看得到相對來講 就看得到校園以外很多的這個 這是校園 這個是另外小區 那校園以外的部分也其實也畫得非常詳細 其實我要把圖放大 所以這個可能看得到不清楚 如果呢 你上那個OSM的網站是 欸 不是放大 我說現在已經放大了 所以 一開始 這是解讀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上面有一個一個人 這是實際上這個 Mapper 在這邊活動的一個重心範圍 就是說 他所活動的範圍裡面 算出來一個 一個位置 並不是他真的是真實的位置在那邊 是他所貢獻的圖的 最後集結出來 是一個重心的範圍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欸 為什麼校園裡面這麼多人 剛剛也是 校園裡面為什麼那麼多人 是因為他大量化校園的地圖 那這個行為都是因為呢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招募 這個方法所得來的Mapper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幾個方式會是這樣 然後當然有其他管道 比如說 像Denis他可能就會跟這個社區發展協會 一起合作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幫社區發展協會 或是其他的MPO組織 去畫他們所需要的地圖 然後就是一起合作 把這個 content 撿起來 各位各位可以 我剛剛講的就是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說如果有一個地方發展協會 他需要有一個官方導覽地圖 或者他沒有錢去發展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可以靠OSM把這個圖 建立起來 那這樣的一個圖呢 就可以持續的被使用 就是一個reusable的一個地圖這樣子 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模式 大概有什麼情況是這樣子 對 所以說其實有 比較多的是實體聚會 然後相對而言其實是用email來 就是偶爾講一下 我們哪裡會辦實體聚會這樣子 OK 我覺得 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傳統 因為大家都知道 2010年海地地震的時候 這個地圖一個禮拜之內 被建立起來 就OSM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在全球被建立起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是用email去溝通的 當然在email email link上面有人說 我們一起來幫海地做土 這件事情很重要之後 大家都加入 所以在一個禮拜之內 這個圖從一條 從只能看到一條高速公路 變成一個可以被聯合國使用的地圖 這個力量不是來自於大家都排出海地 而是大家在網路上串連之後呢 共同在自己的家裡面 後面開始描著這個會形影像圖 所以這是一個傳統 對 所以說也有另外一個就是 不一定要大家現場聚集的 對 而是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在網路上畫地圖 這樣子 那其實 我們剛剛之前在討論說 到底我們要講什麼的時候 很重要其實我們發覺說 大學裡面的資源還蠻多的 剛剛其實不管是Mozilla還是OSM 其實都有提到說 我們可以用服務學習的方式 然後來去做這個 跟學校裡面做一個合作 那這個方面呢 其實 Ever 常在 負責做處理 能不能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到底這個服務學習 是有什麼 然後 這個 Osaka他是怎麼樣去幫忙 就是 社群 不管是Mozilla 或者是 OSM的社群 對 那其他人如果想要 欸 有在參加社群的 呃 就是專案的人 可以舉下手 就是有當過志工的Postcard 這樣好像 應該大家都會舉手吧 欸 沒有 只有幾位而已 那 那 主辦是 呃 有主辦一些專案的 呃 志工招募專案的可以舉下手嗎 就是 就是 自己也要做志工 OK 好 那可能很多人是比較有興趣 對這個 不一定有實際做過的 那 就麻煩 就是Eric稍微講一下說 是怎麼樣 協助的 如果以這個教育部底下單位來 好 謝謝上官 剛剛上官問那個問題 我想要再 再延續問下一個問題 呃 在座如果還是學生 或是你當學生的時候啊 你參加那個 服務學習的 課程的時候 是掃地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真的 哎呀 謝謝 可以放下來了 呃 事實上呢 這也是剛剛東坡提到說 大家對服務學習的印象就是掃地 當然掃地沒有不好啦 我記得之前台大的校長我們自己也提到說 我們要先從這個基本的這些 傻傻應對做起 那事實上正好我們在整個自由亂節推動過程當中 有一些學生參與我們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是 就有學生跟我們抱怨說 欸 我們學校為什麼 只有掃地是服務學習 也因為這一個點 讓我覺得說 欸 那是不是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跟學校的 那個負責服務學習課程的老師們聊一下 那我覺得我算是運氣很好 剛好有一次跟那個 教大服務學習中心的主任 白淇光白老師 他正好也是 教大開放式課程計畫的主持人 那我剛好跟他聊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國內的開放式課程計畫大家都知道 呃 這個計畫比較像是在這種金字塔頂端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翻譯的很多國外的自民大學 很多很棒的一些教訓的內容 但是我們發現事實上有更多更基礎的 金字塔頂端的這些基礎的教育 更應該被更多人重視 那我不說我的緣分來自於他剛好那位教授 是負責服務學習 又是做開放式課程計畫 所以呢 他就覺得 欸 這是一個可以結合的一件事情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就有機會 在服務學習課程裡面 就有一個講座就做了一個借照 那那次的借照 我記得我還特別找那個鄭家 我不曉得各位知道 就是 目前負責 Ebrow Office 的 coordinator 然後他是一個雅一系的學生 那我想說他 也做了很多 對對對 他也是默默做很多的翻譯 不是因為服務學習 然後做很多的翻譯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一定要找他去分享一下 那我還蠻感動的 分享完之後 因為他夠帥 所以 同學呢 好 就真的來幫我們參加了 那幫我們參加之後 當然 一下子大概 那個學期就會開始 大概有五十幾位的同學 那幫我們參加 那我覺得 他們 既然都快要了解 自由軟體有哪些東西 那 隔了一個學期之後 我就遇到了 人們 那我就覺得說 一定要讓學生們 認識這些國際計畫 其實這也是我們現在在做這一次最大的動力 就是台灣為什麼很少人知道 這麼多 這麼棒的open手成計畫 所以第一個出發點 我們希望讓這些學生知道 第二個 我們也希望讓他們在過程當中 因為服務學習嘛 他們在參與的過程就是一個服務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在過程當中真的可以學到東西 那我覺得 所以 我比較 我就是想要問的 就是說 那在 主要的過程中 這個計畫大概會花一個服務學習的課會花多久的時間 然後 他事前要提報給像剛剛講白主任 會要 會要 是暑假的時候 就要準備好 讓他們學期 九月初開學就來做嗎 就是一些 可能很具體的一個 OK 如果這個部分來看 學校都是以學期為單位的 但是 應該在起初都還來得及 比如說 現在是暑假 不太可能有任何這個部分的作業 但是 如果各位 你們在暑假的第一個 第一週或第二週 然後跟服務學習做 因為他們那時候才開始在選課 對 應該還是有機會 在那個時候 進入服務學習的課程 所以 如果大家在場 如果 有一個開放員的專案 然後 想要找志工的話 他 他可以 跟任一個學校老師提案嗎 還是 這裡我沒有把握 因為 第一個 如果 如果 每個學校版 又有每個學校的一個做法 對 那他的遊戲規則 都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關鍵還是在冷 也就是說 每個學校主事的 負責這個 這個中心也好 或者是負責這個課程規劃 他們系裡面有分 不同的系所 又有不同的指導老師 去決定這些學生修那些內容 所以我剛剛講的 不是所有交大的每一個科系 都可以要做這個選手 那開科系 所以我覺得關鍵 實在的 就是可能要找到 比方說 之前你的大學教授 然後你覺得他 他正好今年 又扛了一個服務學習的學分 對 然後你就跟他講說 也許有這個提案 對 那這樣大學的 就是 服務學習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拿來做 一個很好的招募志工的方法 對 我再補充一點 因為 剛好我跟 兒文這邊的合作 對 主要支持的就是 教大資工系的教授 那我覺得 在Mozilla的這個 這個社群做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把學生的成果 做了一個很清楚的匯證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成果 一開始他們當然沒有信心說 欸這樣的結合是好的嗎 那 兒文這邊也號召 Mozilla的社群的朋友 然後我們把 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一些匯證 那我們再把這些匯證 學期末的時候 因為學期末告訴他們 做什麼 學期末我們就把成果 給老師們看 老師們也覺得說 欸很棒啊 之前掃地的時候 總不可以說 這塊地是我掃的 所以把這學期結束 欸這些東西 是我們的學生發明的 對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每一學期 我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我想這些累積是很重要的 就是 剛剛Iron就很快的把 現場的網站就丟出來了 就是他們 這就是一個 一個學期的成果 是不是 對 那 對 大概有多少位學生 在 在這個 這個服務學期 課程裡面 十個左右吧 這是 這是我們第一學期 這是第一學期 沒問題 就是這只是第一學期的部分 然後大概就 十五位學生 然後一個學生大概是負責 一個學生大概是負責 五到十個小時的 的時數 對 那這五到十個小時的時數之中 我們 我們 我們社群這邊的要求是 他可能是翻譯一篇 一篇 或者是 翻譯兩三篇 的補助說明的文章 對 或者是一篇基礎性的文章 對 像是CSS的文章 或是HTML的文章 對 那 大概這樣子的時數 所以說其實他們的服務時數也拿到了 然後 這邊其實也有很多貢獻的東西 對 那我當然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他 對什麼有興趣 他就做什麼事情 像是他如果是 因為都是志工系的學生 如果他是C語言的 就是他是寫C的 寫資料庫的那些學生 他可能可以 花十個小時 解一個bug 幫5分修一個bug 那如果是其他的 像是外文系人的學生 他可能可以花這十個小時 去翻譯兩篇文章 或者是把之前的一些 制工的翻譯 把他抓錯 就是看你的個人 所以 對 就是除了字幕翻譯以外 還有其他的 可以在做 其實像是修範法 部分的那個 也是一個可以做的事情 對 那或者是像是辦一場活動 所以其實像這些 就是服務學習的部分 那 其實我就 我聽說 這個 在跟大家做的 方式呢 其實是 直接 開課 那這個部分 其實維基百科 在台灣有做過 那 其實如果你看 維基百科的英文版的話 它有很多的 就是所謂的 education project 然後 在各個 跟美國的大陸 都有合作過 那 但是在台灣其實還很少 那目前在 維基協會這邊 的確 就想要請Superplex 來分享一下 之前在台大的一個經驗 這樣子 OK 我這邊的話 因為跟台大合作 是比較 跟Ivan 或Ivan 或Ivan 比較不一樣的形式 就是我們是直接綁學分的 就是 學生就會有一個 一學分掌握在我們手上 所以就 讓我們採個 那 我們進行的方式是 因為我剛好 就認識裡面有一個 開一門課叫做 校圓化資產權勢 那在 學生主導 是在 他是學生主導 去開設的 基本上 教授只是在裡面掛名 去負責那個 跟學校這方面說 啊 我這是一門 他就掛保證 這個課是OK的 然後底下 就全部學院去負責運作了 那 很幸運的 就是 他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 類似Semina那種課程 就是每一周會有一個 類似演講課程的方式 那 這是兩學分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學分的部分 是在那個 十一課 那我就 有提案提出一個 就是 寫 維基 就寫台大歷史 想歷史方面 或是一些地理方面的條目 的一個 十一課程 所以就 這個Poloso就通過了 然後就開始 就是 招學生來 去寫這個 那內文課 總共是有二十多個 學生去修的 我們有三個 十一課程 那我是只有一個 那這樣分一分的話 就差不多 我真的分到差不多 六位 七位 左右的學生 那 我就 我就是 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可能是找一個 一週 一個晚上 就跟他約定好說 今天 這週 這晚上來去 教學 那我就開始教學 教一些 一些偽基的一些概念 比方說 什麼都放上去的 你不能寫 罵人的話 上去的 比方說 講一次成是一個 一些偽基的功能 編輯介紹 編輯的受成的 這樣 比方說 基督系的話 怎樣加底線 或超連結之類的 因為你可能 有些資訊是要 連到其他 其他偽基的條目上 你這個 這個條目的話 本身可能沒辦法 不適合很仔細的 這樣講這個事情 比方說 我可能介紹的是 台南裡面的 罪惡湖 那我不可能就是 大部分內容 就寫說 這裡面 烏龜 很多 是哪一種烏龜 那就是這種 這種地方的話 就是要連出去了 連到 適當的條目上去 寫罪惡湖的話 就是講說 他帶多大 那可能加上照片 然後寫說 他什麼時候開始 那為什麼會叫 罪惡湖這個名字 所以說你後來 就是每一學期 等於說 會固定的 有一個時間來上課 應該說 每週 每週有個 差不多三個小時 一個晚上 那這樣差不多 就是 十六、十七週 這樣的時間 那 他的時間 從之後產出來 結果大概就是 五十幾個條目 對,差不多 那我們這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是分兩階段 前半段的話 是我去教學 就教他們基隆概念 後半段 就是由他們規劃說 他們到底要寫 哪一種類型的條目 然後說台大的話 台大有豐富的歷史 因為它還是全台第一所大學 那也可以寫歷史方面的東西 那它由於是一個日本人建設的一個大學 所以它還是歷史古蹟方面 也引到兩旁的建築物 都是一些古色古香 八角色的建築物 那也可以往古蹟 往地理空間這方面去寫 所以他們就有這個討論 結果 討論出來結果 就學院討論出來結果 就希望寫一些地理 跟地理方面的一些相關條目 所以開始就寫一堆 有關一些公共設施的條目 比方說小小福啊 小福這些 就是在台大裡面的福利社 所以這也是 就是志工他們 應該說他們的地理 然後來去做的 這個其實跟剛剛的相關性 蠻相通的 就是也是學生自己想說 我看到哪些東西我想要做 然後再跟你們回報 然後你們輔助的一個方式 來去處理 對 差不多 OK 那我要不要講一下 那個社區方面的這塊 好喔 其他社群可能比較少 在地社群 就比如比較像土方面的社群 去合作 我知道不會再往那個計畫 這方面 等一下也可以把那個故事 簡單講一下 對對對 好 想要跟那個社區 像土社區的合作方面 就要提到 Local Wiki這個概念 Local Wiki 是由在地社群 去寫在地的東西 因為有些內容 社群 並不適合放在維基百科上面 比方說 我家前面的小盒 假如它真的很小的話 維基百科 可能你把寫在維基百科上面 感覺被人說 這個知名度不足 沒什麼參考文獻 就被提判了 但你在Local Wiki 就是另外再放網站 把寫的內容放進去 只要社群的同事的話 其實可以寫 國家人前小盒 就是國家出去 左手邊的誘導 都可以寫 最好吃的麥當勞 對 之類的 或是刮包也好吃 對 像是Local Week 這個站的話 是Davis Wiki 就是美國 加州大學系統的 Davis的小盒 他們首先開始做的 那他們就是 各式各樣包了萬象的 的那個 的內容都出來 比方說 他們會寫說 欸 我腳踏車失竊了 這裡有一個條路 要去找誰 或是 吃了那種披薩店在那裡 他們會列那個新的 就是他們去寫出來 就是這種 就是有點難 跟大雅之堂的一些內容 就是 那 可是它對於社區 對於這大學城 對於這邊存在的 這邊 這邊 小學生來講 重要的東西 都會寫上去 那我們就想要 把這概念 放進 頂進台灣來 所以在 去年年底的時候 你就跟 親平台經營會合作 就是 然後他們找來 萬華當地的那個 社群 鄉土的那個 社區協會 一起來在 萬華裡面寫一些 萬華在地的一些內容 那Local 這部分都會 要分成兩個部分 除了要那種鄉土 文字方面 敘述之外 它很重要 就是地理資訊的 資料 所以這方面的話 OpenStream Map 就是可以切入的地方 然後說 我可以用套件 把OpenStream Map的那個 圖顯示出來 到時候 我寫完 這家店的一些介紹 比方說 這家店 壁點 比方說 它叉燒面 之類的 那我就可以在地圖上 標出這家店是在哪裡 透過OpenStream Map的那個 套件 標出那個 它那家店 在這個城市中的位置 這是我們的Local Wiki的方面 所以說 就是有用這樣子 一個Local Wiki的概念來 社區發言協會 然後 我記得是企業嗎 它一個例子是 企業社區發言協會 對 那次的話 他們是一個 他們整個包裝 是公民媒體的一個教學 那有兩週課程 一週是教 怎麼畫OpenStream Map 那一週的話 是介紹 怎麼去寫一個 條目出來 那 在OpenStream Map那一週的時間 我就實際探查 那個那一代 就是奇恩社區這一代 然後把一些 設施 比如說一些 祭祀的中心啊 比如說它那邊有間很老的廟 大概 Enter有兩百年了 三百年 對 一個土利公廟 對 不過 他們 有些比較老的 老建築 基本上 那一次我想要補充 就是 我們就跟 社區發言協會合作 然後我們問說 請你給我們一個 有網路的地點 然後我們教你怎麼樣來當地社區的地圖 使用 結果他們就 找了當地的國小的校長試給我們 然後校長也有參加 然後我們就跟校長講說 你可以把那個學校的校園地圖 畫在 這一個國際網站上面 那全球的人都會看到你這個 校園的長什麼樣子 然後附近的社區這樣 然後後來這個社會會 對 企業這邊他就是 就這一群媽媽們 他們就可能跟兒子女兒借電腦 然後 或者是借平板 或者是兒子女兒送的平板 然後他們就 開始現場 開始在 登入OSN 其實有 剛剛其實那個東坡那邊也有 也有給一個那個 OSN的那個畫圖 OSN的註冊 其實也可以放 對 然後 他們就 那一天我們一個三小時的課程 結束完以後 三不五十 他們後來就是社群媽媽們 社群的媽媽們 社群的媽媽們 就真的有開始繼續 把 在北投 在企業那邊的 一個一個街道再補上去 所以說其實跟社群的合作是 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跟在地合作的方法 那 對 我們募集會 維基百科可能還會再跟 這個 社區大學合作 對 那這個可能是之後的計畫 如果明年 有一些成果的話 那明年Costco再講 對 那 那個 關於社區合作的部分 你要不要講一下 OSN OSN的這邊的社區合作 事實上會比較偏向於 就是 社區發展基金會 社區發展協會的這種 這種 對象 那 因為社區發展協會 通常會有一個需求是 他們對於本身 整個社區裡面的 內容 尤其是 跟地理有關係的內容 怎麼樣 劈不住 怎麼樣去自己做修改 那如果你現在在Google Map上面 有一個問題是 你不好分享 不好去分享這個地圖 那如果你現在在OSN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重新使用 可以分享 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所以呢我們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事實上 他們有跑到華連去 去找封田村 封田的社區發展協會 然後幫他們把封田社區 封田山村封田社區 這一個裡面比較 比較 對他們 像社區發展協會來講 比較重要幾個景點 把他們 把圖畫下來 譬如說 我們可以畫到細道說 日本移民村那時候 他們雖然 戰敗之後呢 移走了 看到這邊有部分了 那他們其實有把他們的那個 那個 墳墓呢留下 留在那一邊 但是呢 在過去沒有保存 沒有完整的保存的情況 我們等一下事實上 這個畫面漫草 可是他們整理好之後呢 發現這個地方還是 很少人會知道 那因為 如果沒有介紹的話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就去把這些 比較重要的景點 把它建下來 那這些建下來之後的 一些土跟景點 之後可以提供給他們 設計發展協會 去做方向的導覽 或是呢 你自己要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投封區裡面有土 你就知道說 原來有哪些地方 事實上你車 如果你是車開過去 永遠不會發現 因為那些 那一些 那一些景點 事實上 現在都已經藏在建築物的後面 或是比較古老的燕樓 這些比較重要的 跟歷史有關係的景點 不瞞各位說 進到豐田村的時候 我也是看到簡介說 哦 豐田是一個移民村 有很多日本的 遺跡在這裡面 結果如果你是完全沒有 任何的背景知識 就是你沒有去查過 這些相關的知識的時候 你到那個地方 你會完全看不懂說 這些遺跡在哪裡 除非有當地人幫帶你 就是說社區發展協會 這樣的人帶你去的時候 才有可能 那你把離去到社區發展協會的時候 怎麼辦 就 Opensuremate這樣的圖 會發揮作用 就是說我們先把圖 已經畫在上面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圖 你就知道說 有哪些地方 事實上你值得過去 值得參考 那這樣子的圖 又跟Google App圖 會比較不一樣一點 好 這是 不錯 OK 嗯 所以說其實 在 在整個 招募志工的過程中 其實有很多種來源 對 那目前其實 我覺得 呃 參與過程裡面 其實 可能是G0V 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 他會 對 就是 他們可以馬上找到 在網路上可以直接做單兵 然後 那我們 在這裡的話 志工 其實就是大學裡面的一個 學校的志工 或者是 跟社區發展基金會 社區的一些 這個 協會 來去 來去合作這樣子 那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很多專案 然後也講到很多的這個 每一次專案 後來集結下來的成果 對 那 不知道大家在 討 在做這個 過程中 其實我們今天在 一開始會前 討論的時候 也有提到說 很多時候 呃 我們 活動 但是其實 或者是 覺得 活動後續的 follow up 其實做的 可能不是很 可能很 很不理想 對 那 我想 分享一下這方面的 就是 因為其實 Eric也長期在 在 可能 對 就是 剛剛 昨天晚上才問說 原來已經 快 在 七八年 在 在 修了 那 這樣 有的時候 救不到人的時候 那是怎麼樣 處理 的一個 心理路程 很不理想的 來 好 可以 講一下 事實上 如果 如果說 剛剛 剛剛提到說 這幾年來 我們在 校園推動自由軟體 然後還有 包含了 製工商務這件事情 確實 還遇到 蠻多的挫折 因為 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事實上 整個 open source 的發展 還是 我們都是從國外 學習 然後引進的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很期待說 帶這些學生參與這些 項目 這樣的一個國際計畫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一個學習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台灣也很少了 自己原生的 相關的計畫 那大家也可以想像到 有些時候 好處是 他可以吸引更多的學生 去關注 然後去參與 那 事實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也看到說 最容易有挫折的 反而是一些小計畫 因為大家可能 沒有聽過 或是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沒有跟他 有切身的一個關係 所以自然而然 就很難吸引到的一些朋友 那 所以我現在在整個 整個 照目之公 就把它分兩塊 一塊呢 就是像 某次亞這樣的一些國際的 這些 或者WIKI這樣的 國際的一些大的計畫 因為我覺得 在這種大的計畫裡面 最容易看到 怎麼樣去學習 這些國際組織 他怎麼樣做到 目前這個樣子 在學習的成分比較多一點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怎麼樣去激勵一些朋友 在一些不起眼的計畫裡面 有更多的助力 那從另外的角度來看 這也是我們現在在推動自由了 你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當我今天問大家 有沒有在用Linux 好吧 我就這麼問問題好了 你今天電腦打開來 不是Windows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還蠻多的齁 那 是Mac的把手放下 沒有 放下 OK 好啦 我意思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在推自由軟體的動力 反而來自於說 啊 原來大家都不知道有這一套東西 或者原來大家都不知道有這一套東西 所以我們的動力在來自於這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談 你們有沒有跟著在 Wiki上面貢獻的啊 有沒有在做一些 open stream map的一些事情啊 有沒有翻譯過 某些相關的一些東西啊 OK 當你發現 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坦白講今天也不需要 其實這個就才會了 OK 大概就適合我的心得 所以說其實 嗯 就算一開始的時候 遇到人 但是其實 活動辦多了也 自然會累積出來 我覺得 假設啦 就是沒有人理你 這是正常的 我想要補充一下 他 計畫是這個Easy Go的計畫 我幫你把醜眼投出來 喔 是 就是 很困難經營 是嗎 Easy Go 好你也補充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補充一下 所謂的沒有名氣的 補充 很難經營 很難經營的 所以OSM在台灣 事實上是 沒市場的 對 聽過OSM請舉手一下 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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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太少啊 你玩比較多 我要講一下是 因為這 今天的場合是 這個open source 我記得第一次 我們這樣子再翻個論 就是這樣的論壇 在iCourse的時候 我說 有聽過OSM請舉手 大家要在裡面想去OSM的手 然後呢 上個禮拜 對對 我要講說 上個禮拜我在國和會演講的時候 那個秘書長跟我講說 我看到你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嚇一跳 為什麼要來推 要來推按摩影 他多看那個i在裡面 這個跟當然 這個收入有關係 因為 你知道我們到國和會的層級 他收入比較多 所以呢 他看到OSM的時候 他根本就 就沒有看清楚 就直接看了OSM 這樣子 我說OSM是按摩影 但是OSM跟OSM 是差蠻多的這樣子 那就是 小計畫很難推廣的一個 原因啊 嗯 所以其實 我們 也就是 我們在 我們其實 之前也就提到說 我們一開始要揪這個Panel的時候 我們 其實每一個 志工社群經營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 今天 聽到那麼多個故事 其實就是那個打不死的精神啊 就是 你會 一直在promote這個東西 因為你真的相信他很好 對 那 像 Mozilla 他開始有這個全球的這個志工的網站 但是也有很 也有 也有 像 的 OSM或者是Wikipedia 他們其實是 雖然說就這幾個志工 但是 那個 關係是 好的 所以說 會不會不動 就是 以小 小 打郵集的方式不斷去宣傳這樣子 對 所以說也是希望說能夠 就是今天看到 欸 三個其實蠻不太一樣的一個專頁 他們在志工推廣上面 來去 做 一些實際的操作來跟 來讓大家 就是 了解說就是 在跟志工溝通的時候 在跟志工 互動的時候 有哪一些可以做的 然後 我想說 因為現在剩下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可能開放三個問題 好 那 因為我們這間麥克風有點拉不太到 那 A台好 好 大家好 那個 因為我對那個Map的部分非常感興趣 那我今天突然發現有一個 Urban Streetman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想我後面會花多點時間來去 開始這個事情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我剛剛這樣 我剛剛也比較晚進來 我剛剛乍聽一下 我就發現說 這不是跟郭妹很像 那 我自己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也自己 之前也一直想做類似的措施 可能我們後面還可以再繼續升級一下 那我是覺得說志工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不要 限制自己 尤其是我既然都已經走到 Open Source的兩步 大家不要 千萬不要限制自己 我覺得說 是不是說 因為我現在還沒看一些技術設備 我的想法是說 是不是可以讓一些小學生也來幫忙 對 對 你說一人畫一條線 對 對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Open Source的人 這我不知道 我只是提議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把一些 interface 做得更簡單 為什麼 因為像每個人加一桶 現在可能都一樣 iPad還是什麼東西 對 已經非常非常方便了 剛才我有聽到說 好像有一些社區的媽媽 感覺會畫對不對 對 但是請不要忽略掉小學生 因為小學生現在很厲害 對 因為以前我兒子 我不讓他看那個 看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蠟筆小新 他那個時候很小的時候 他自己就會寫 就會打那個注音 然後就去Youtube上去找 我說你怎麼找到Youtube 他就說 沒有啊 他就說 我以前就教他 什麼事不懂的時候 就是上Google 他只會打Google 然後到接下來就是打蠟筆小新 然後接下來就一直看 一直看 有一天我突然發現說 你在那邊看蠟筆小新 所以我 小孩子的學習能力其實很強 那是不是說 在這個計畫當中 有一個比較小的一個 紙計畫 就是說你如果輔到那些 數位原住民 原住民 對 數位的原住民 對對對 類似像這樣就是說 他可能還沒有收到這些 這些資訊污染的這些 就是說 大部分這些 那個 Internet上面 那些污染的這些人 我覺得這些人 是我們 下一代的 下一群的資訊 要耕耘的對象 對 這是我一點建議 對 謝謝 開心 對 關於怎麼樣讓更多志工來 來學習的那個概念 你是想要分享這個嗎 我要講其他 我正在打廣告的時間 就是你可以 有一連串 OpenStream Map的 Track 那其他 提到 剛剛那個提問者提到 那個工具這方面的 那我所 我有一個 Track 是在那個時間的 就是講說那個 維基百科和 OpenStream Map 新的編輯器 他已經 就是以前那個 他們就有變得 其實非常的難用 非常的 Friendly 那我在 會 在這個講場的話 我會講說 這兩個 維基百科和 OpenStream Map 都有花一些心思 在設計一些 讓 很容易使用的一些 一些編輯器 那歡迎就是 年以後還要再來的話 可以來聽這個講場 對 我先回答一下 因為它是跟地圖的關係 我先回答一下 其實 在全球都有這樣子的意思開頭 就是說 怎麼把這件事情 變得更簡單 然後使得 小學生或是其他人 可以參與 那 事實上我們也 社群內部也在討論 有些內部也在討論說 為什麼不把它變成 Gamification 就是說 把它變成 遊戲化 就是說 把東西變得比較簡單 變成遊戲化的東西 像 最近的Post Square 跟OSM Post Square 已經可以編輯OSM地圖 那 其實 就有一點已經 邁向 Gamification的一個 脈絡裡面 那 如果說 這樣子一個 Open Data 可以變成一個這樣的模式的話 那無論在教育 或是在於 各個方面裡面 事實上都會有相當的幫助 那我也樂見其成說 你們有更多的Idea的話 我們可以持續地 在這方面有合作機會 謝謝 其實我記得 維基百科 因為 很多是User 其實是User experience的改造 但是實際上 製工 也可以 有更輕鬆的方式去參與 對 那 我記得維基百科其實也有在做這個 然後 英文版的 目前已經在做 所見的編輯器了 也是以前 那個維基 維基的語法 剛剛講到就是這個 阿文 明天的講場就講到這個 視覺化編輯器 就是類似 又再給你打一次廣告 對 阿文 剛剛講到什麼東西 就是 我們要來這邊其實 這兩年有一個新的專案叫做 WaveMaker 它其實就是針對 比較低年凌晨的 的小朋友 OASM WebMaker 當然不是OASM OK 這個好像 就是下一個Session嗎 下下一個Session 我們這個專案其實它的目的就是像你講的一樣 我們要讓網路上的使用者變成 就是純粹的消費網路內容的人 變成 可以創造網路內容的人 那它的目標族群是 9到16歲 就是大概國小到高中生 這個年齡 但是 我們 這樣子 我們提供那些教學者一些資源跟工具 那我們去協助他 然後去把這些教學者組織起來 就是 所以 目標其實是教育的人員 然後 這些教育的人員 他會帶他的同學 帶他的學生 對 那我們協助他 然後我們賦予他這些工具 一起去推動他們去合作 去進行 教育的計畫 去帶小的同學 跟小的小朋友 有從小開始去認識網路 認識網頁是什麼 認識網頁是什麼 怎麼在網頁上面創作 怎麼把像你剛講YouTube 像你剛講YouTube 怎麼把YouTube 他過來 然後跟OpenCMap的地圖 跟維基百科的維基的內容 混在一起變成一個新的影片 我們這個計畫 其實是有做到這些事情的 對 那所以說 其實我們的目標對象 是比較像是 女界的人 Mentor 對 然後他 去帶小朋友 因為自工 其實自工 大家自工能力都不足 那 大家自工能力都不足 就是 帶大學生 都已經不夠人力的話 我們不太可能 再去分出那個人力去 直接去接觸 最底層的小朋友 對 但是我們可以去透過 那個中間的 教育界的人 對 對 那像是Eric 你們也是常常在跟 就是常常跑博校的 老師 教師會 然後 就是中區 南區北區 然後四區教師 教師 教師論壇 就是Eric 就是這種教師的論壇 對 可以 這是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 怎麼樣 學 現場 目前十二年國教 也許可以 也跟大家講說 跟這個老師 或者是你認識的 學校的主任 講說 其實 可能會是你的特色課程 然後 對 其實剛剛都談到 其實 跟 有 比較開明的 學校裡面的系統 去做 做認識 去做 是對 整個社群的 擴展 滿大的幫助的 因為可能 一不小心就 一個 一個大學的課程就開了 或者是 一個小學的社會 就開了 那這其實 也可以是大家 練習 做這個推廣的時候 做一個很棒的方式 那我剛剛講三個問題嘛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兩個問題 問好了 因為 最後五分鐘 大家 知道嗎 那如果是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 把 剛剛這個 主辦單位講說 有 有找到 一組 還有 一組 充電器 然後 看起來是 Garry Lite的手機 也被 也被找到 那就是這三個東西 就是 大家可以下去 那個 服務台 一樓服務台 如果 如果是自己人的話 就去認領一下 這樣子 嗯 還有問題嗎 那 那 不然廣告時間一下 好 那 大家廣告一下 這不是廣告時間 我這 比較是像一個結論性的 我覺得 這是 我們今天做這些志工 就 我覺得很大 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縮短 就是一般的 從使用 到 真正的去貢獻 這個時間 所以我剛剛講的 不然是 Wikipedia 來講的話 他們有透過 去 設計新的 User Friendly的 編引器 去 縮攔這個 縮攔這個 這個時間 那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做這些項目 最重要是 人與人的接觸 因為可能 很多人去接觸 可以直接去看 一些很多文件 可能是缺乏 人與人之間的 一些交互切磋 這部分 所以 我們可能今天講的 比較 有點 沒有很仔細講的部分 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做 人與人之間的那種互動 我們就可以 講說 我覺得我們今天 我們辦一些 定期的聚會活動 那我今天就先打廣告 就是 維基百科這邊 我們每個月會在 第二個禮拜六下午 會在一家咖啡店辦一個 維基人 寫作聚會 就是 針對新手 就完全不會 然後想要說 我想要變維基百科 都可以來這個場合 去練 去練習 去學習這種練習 對 然後想要講 就 講到人與人跟工具 其實就是 就是 以我們要為力 好了 貢獻的門檻也是 就是 一年比一年還低 因為工具一年比一年還簡單 一年比一年還 user friendly 那 我 最後就是修一下這張圖 就是 這是我們 統計出來的 使用者的比例 最大的 最大的 整個地球 它其實是使用者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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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的 你從使用者到你的 平常隨意的貢獻者 就是你可能日常的貢獻者 到你常常的貢獻者 到你核心貢獻者 我們其實就是要想辦法去協助 使用者 一步一步的進階 然後 他有更多的心力 還有更多的 期待 他想要做到更多事情 我們就 透過各種的方法 再去協助他再進階進去 這樣子 大概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就我也 其實我也在編圍基 跟我也是在嘛 也可以感覺到 就是工具是日漸簡單的 對 那就是看大家 去 怎麼樣去找到這些人 怎麼樣協助他們 再去進階下去 怎麼樣讓他們在 邊做邊成長 這是一個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引擎 嗯 對 那我也拿一個 就是 前幾天才看到的 這個 欸 對 我在跟您搶 對 這樣可以看得到嗎 OK 好 就是 其實還好 這個 這是一個 我在雜誌上看到 然後他其實是在 就是 當你爬上主管前 一定要學會的一件事情 就是交辦任務 那 當然這個 可能是 企業裡面去談 好 對對對 你看 都是 都是一些企業主管 他不懂交辦 就得自己做到死 這樣子 那其實 開放緣其實也就是 希望大家 能夠一起來幫忙 對 那 也給大家一個 很具體的 就是 欸 如果你找 有找到一些志工 大學志工 如果你找到了 社區的 這個 他們 能夠 對 那 就是 也許 專 比較 比較長程的 比較重 還是 是 一群的經驗者來做 但是 包含 就是 他們可以照顧 還 可以照顧周遭的這個 呃 環境 或者是 請他來做會議紀錄 那 其實 就是 這個蠻好用的 給大家做參考 對 呃 這個 世界 來 都有一個自己的想像 那 也希望說這個 議程呢 能夠 帶給大家 一些工具 然後來去 呃 世界 影響這樣子 好 呃 那麼 好 那我們的 論 panel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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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小小蠻 小眼 小蠻 我們 關注 小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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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 小蠻 小蠻 大 小蠻 小蠻 小蠻